立法院臨時會最後一天 但朝野不是說好 要力拼三讀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嗎 怎麼國民黨突然成群佔領主席台 直接氣到在議場內大吼 罵的還是同黨立委 藍綠都爆氣正因幾小時前 郭國文這樣說 喊著要即日解禁福島食品 黨內第一時間就炸鍋 傳出邱憶寅先罵郭國文是豬隊友 要他出來面對 郭國文回已跟黨團說明 邱憶寅繼續罵 何志偉插話遲早要面對 還被嗆 閉嘴啦 原來明明行政院才掛保證說 年前沒有進口福島食品的時程 郭國文這一招真的嚇壞黨內 我們真的是嚇到了 因為我們一直認為 那是他個人的一個說法跟呼籲 而國民黨認為民進黨意圖完 兩面手法 決議杯葛總預算 眼看臨時會卡關正年還要過嗎 柯建民低頭了 造成了整個議事延宕 我代表民主黨團 真覺得非常認重的 向大家抱歉 聲聲一鞠躬還不夠 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承再澄清 對於可能在下班突然宣布 開放日本核實等純屬意測 並非事實 郭國文也PO文說是 個人一向的看法 時間文字拿捏分寸 造成如此風波史料未及 深表遺憾及不好意思 三度致意也才讓總預算表決 繼續進行 預計在二十八號下午順利三讀 立委們歷經水深火熱 郭國文口中的禮物變成驚嚇 TVB的新聞 陳盛文 劉立成 李怡婷 SNU小組 台北參謀報導 過年返鄉不可能不塞車吧 就靠免塞神器TVB的新聞APP 地雷路段子爆煤 一目了然 快避開 指定公里處塞車狀況 這邊沒塞 隨選隨看 最新新聞同時及時掌握 過年返鄉不卡卡 快下載TVB的新聞APP 我們是否認識 駛了 有記者 是否認識 有記者 是否認識 是否認識 有記者 感谢观看